和大家談談一個國際最新的情況,就是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和結民油國,簡稱OPEC Plus在5日同意大幅減產石油 11月起每天減產200萬桶原油,提高原油價格 沙特能源部長阿博特拉齊茲親王為減產決定辯護,說OPEC Plus自從2020年3月以來 首次面對面會議後的記者會上表示,產油國首要任務是維持一個永續的石油市場 但OPEC的決定迅速引發了美國總統拜登的譴責 由於美國在下個月舉行其中選舉,OPEC Plus的時機決定減產 將會對拜登造成不利的影響 彭博社引述消息說美國官員曾經致電海灣國家相關部門 試圖阻止OPEC Plus實施2020年以來的最大幅度減產 但沒有什麼改變,白宮針對石油輸出國組織的聲明表示遺憾 感到失望,說白宮將會與國會研究額外的戰略石油儲備授權輸出 批評OPEC Plus短時近利,美國《能源報》將會在11月追加一千萬桶的石油儲備 白宮新聞秘書尚皮爺表示很明顯,今天這項宣佈 顯示OPEC Plus正與俄羅斯的步調一致 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與經濟部顧問迪斯在聲明中提到 總統拜登對於OPEC Plus短時決定感到失望 根據CNN的報導,這個舉動激怒了美國 拜登認為沒有必要減產 OPEC Plus的減產可能導致美國石油價格高漲 令拜登的選情蒙上陰影,另一方面有利美國制裁對象俄羅斯 CNN說美國可能制出更多反制措施 例如將部分產品禁運 白宮要求美國能源部分析禁止石油、柴油和其他精煉石油產品出口 能否降低油價 儘管是項有爭議的想法 但拜登團隊也有相當一部份人支持 之前人說到OPEC Plus的決定可能令美國政策急轉彎和委內瑞拉和解 將向市場釋放更多供應即將來臨的心理信號 看完後覺得拜登早前訪問沙特 又跟別人說他是殺人犯 因為他殺害了卡舒吉 就肢解了別人 被人懷疑沙特的王柱就是兇手之一 現在拜登訪問完中東 什麼成果都沒有 而且原來OPEC Plus寧願不選你 選俄羅斯 很明顯大家都覺得 拜登接下來的其中選舉 都是輸的機會率很高 大家都覺得 反而普京可能會繼續留任 如果普京留任我得罪了你 拜登 我當然寧願選普京 或者我得罪了普京 可能日後都要對著他 可能不止四年五年 可能十年 但對著拜登 可能是兩年 怕什麼 當然是選普京 然後講第二個話題 就講英國首相卓惠斯 卓惠斯的內閣陷入了一個執政危機 更加最悲哀的是 他竟然內閣是不和的 根據英國《衛報》報道 10月4日保守黨進行年度大會 黨內成員在關鍵政策出現嚴重分歧 英國內政大臣柏菲文 當日接受每日電信報的訪問 就說有保守黨議員發動一場政變 並且以一種不專業的方式破壞手上的議程 令到政府被迫停止取消45%最高所得稅的稅率 白菲文強調 保守黨在一個政黨手上是經過選舉 產生的 卓惠斯有一項嚴肅的任務要完成 整個夏天他都在討論減稅 這是一個非常令人疲憊的過程 他正在為接下來的事情繼續議定 英國的地方發展、社區和住房大臣克拉克對此表示贊同 認為柏菲文的說法和以往一樣都是很有道理 這條好像有點像柴仔 不過柏菲文的說法遭到保守黨黨員的反對 英國貿易大臣拜登諾克認為不應該談論所謂的政變 因為政變這個說法太過極端具有挑釁性 人們應該有能力在世界末日到來之前改變自身的想法 也有多名的保守黨議員反駁 就說自己是代表選民 做一些對選民有利的事不是政變 英國《衛波》認為柏菲文似乎將矛頭對準前內閣大臣馬克爾哥夫和格蘭特沙普斯 兩人都曾經批評卓惠斯的新經濟政策 同時內閣成員彭尼莫當特、羅伯特、巴克蘭和脫歐強硬派戴維佛羅斯特 都與卓惠斯在通脹和福利問題上分到陽標 保守黨前主席、前內閣大臣沙普斯就說 自己當然是希望卓惠斯成功 不認為議會和保守黨成員眼見民調下跌就會袖手旁觀 反而是扭轉局勢的辦法 他認為未來十天是卓惠斯運用領導權力扭轉形勢的關鍵時期 眼下上任只有一個月的卓惠斯政府處境不容樂觀 他推出的新經濟政策在9月23日公佈 隨即引起了金融市場地震 反報聲浪中,英國財政大臣10月3日發表聲明 就說由於十天前宣布的新經濟政策提議分散了人民的助力 英國政府就不會再推進之前提出的減稅方案 英國廣播公司BBC形容這個舉動就是卓惠斯政府作出恥辱性的讓步 政策進行了180度大轉彎 雖然政策要急煞車 但是卓惠斯形容原則上支持減稅的拒絕、廢除相關計劃 關浩亭更加兩度表示政府的舉措是推遲而非取消 你說英國的政客是否多懂語言藝術 又不想自己沒面子,又硬在這裡鬥 我只是推遲而已,我沒有取消 這個關浩亭還有一個更加離譜的說法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竟然說新經濟政策就是在他 看到女王、英女王離世 以及全國上下哀悼造成的高壓環境下提交 導致方案有所失誤 你自己想錯了 想了一遍 現在好像又怪了英女王 突然間在那個時間離世 令到你又有壓力 想到一些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方案 這樣說話都可以 這些值得炒 值得注意的是 就連主導經濟政策 卓慧斯和關浩亭 似乎都出現了關係緊張的情況 接受英國天空新聞網的採訪時 卓慧斯拒絕是否信任關浩亭表態 引發了外界質疑 很多人都說卓慧斯和關浩亭想切割 當前說英國民眾的內心不斷受到擠壓 彭博社援引市場調研機構9月30日公佈的問條 就說在近5000名受訪英國人中 51%的受訪者表示卓慧斯應該辭職 只有25%的人認為他應該留任 也有54%的人認為財政大臣關浩亭辭職 如果民調真的準確的話 按道理卓慧斯和關浩亭切割都沒有分別 54%的人要你辭職 要辭關浩亭的職 51%就是要你離開 其實也是相差3% 所以你和關浩亭切割有什麼作用呢 反而如果你真的想內閣穩定他們的信心 你應該是怎樣也要保住關浩亭 然後重新想辦法 但是似乎卓慧斯又不是真心想幫關浩亭 未來關浩亭會不會成為英國首相內閣第一位下台官員 我們繼續觀望 大家好 和大家介紹一下巴士的步石樓台已經優化了iOS的app 改善當網速慢的時候 有時會遇到的播放問題 石樓台有很多你有興趣知道的話題和知識 其他媒體很少說 我們希望石樓台是你的大腦營養補充品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訂戶可以看到我李彤、盧永雄 還有巴士的步的團隊和其他名家的獨家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和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除了網上版的石樓台之外 你還可以安裝石樓台iOS或者Android的app去收看 多謝大家支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